台北市的公力 訪院中心的修託時間 是這起八點半到一波五點半 最晚 遠遠 遠遠到晚上七點 不過這個時間 對於在做服務業家庭是很不方便 就有這個市議員提起 可以先辦投入的這個時間 為這起十點半到晚上九點 台北市長 中萬安就回應說 有個最快會在九月份七萬 帶小孩去公園鴨餐企圖 是不會照顧家庭 在後患一個生活道處 不過到平常的相伴 如果投入也不會照顧家庭的難題 這有台北市議員提起 原告新辦之中投入時間是 再起十點半到晚上九點的公託 為服務業北部提供新的選擇 上午十點到下午十點你會不會考慮送托 高達六成就說會送托 我們最快今年九月就會開辦 目前規劃是在懷申國中附近 但是檢基 相近九月份就要起班 消息一出來也要引起跟頂位討論 現實來說一定是比較友善 因為現在人工作時間就比較長 可是其實還是要看每個家長不同的工作 托餘人員他們的支出成本會變多 你只要有上班族就當然是OK啊 可是九點也太晚了 他們小朋友到時候九點九點半 就要準備睡覺了啊 居家的托餘服務它的收拖時間太緊大 配合得宜的話 對家長來說保姆的服務才是 最佳的全隊友 可能到了五到十年之後 其實會有大量的居家托餘人員 面臨退休潮 應該還是要持續的擴充跟招募 居家的保護人力 民營團體的支出如果要申請責公党 如果要考慮的投票制度是不是成功 強化國家領務制度對北部來說 會要申請10點半到晚上9點的公党 更有存給 記者綜合報道